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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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这说来也真巧啊 那三个自称是原将军派来的人 一进咱最月楼之后 就出了这样的事 难道就和我猜错的一样 那三个人真的有问题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最月楼真的是四面楚歌了 哎呀 师娘啊 你怎么这么穴道啊 你先把她的穴道解开 要不然出大事了 不得言华姨 你就行行好吧 我姐姐差点就让坏人给杀了 难道你真忍心看到她这样啊 华姨 你放心 我会为大局着想 不会冲动行事的 是你 你蒙着脸干什么去了 我 我听你的去打听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 顾先生遗孤的线索 说实话 我 我说的是实话呀 不过 我还看见一个漂亮的花姑娘 所以 所以你又动了色心 嗯 你 哎 后天 你 虽然我们以前 都是无恶不作的江阳大盗 可你现在 是袁将军的属下 嗯 别再让你以前的江湖习气 坏了袁将军的声誉 而且华姨 现在对我们并不太信任 你别再给我节外声 知故了大事 你给我听清楚 别再给我有下一次 否则的话 军阀伺候 诶 东晴 你这是 对不起了花姨 人心都是肉胀的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你对我的恩情 东晴只能来世再报 求说我一败 东晴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不能不去替我爹收拾 告辞了 妈 想要出去先过我这管 让开 不 起 姐姐 姐姐 行了行了别追了 就凭你们两个那三脚猫的功夫 拦不住她的 赶快过来帮我把学解了吧 我解 我又不会武功 我怎么解啊 好 活出去了 我三脓一把 快点 那 那个师师娘 刚才你用哪两手指的 随便都可以 快点你自己看着办 怎么做 到前面来 在我的左胸上 四寸方向 用力戳下去 快点 那师师娘 你这位置我就不点了 我替你找个人来吧 谁打了我一下 怎么那么疼啊 你力气比牛还大 一定能解开花仪的穴道 解穴 解穴 嗯 我光有力气又没有武功 我哪知道什么点穴解穴的 艾迪姑娘 你赶紧试试吧 不过你这下手得轻一点 我这细皮嫩肉的 别给我戳伤了 我才没空打理你呢 我还要去找我相公的 不许让他走 我打了 他才刚醒过来 你怎么又把他打晕了 我有什么办法 师娘让他打了他 就让他躺着吧 行了行了 人渊 你赶紧过来试试 我教你怎么帮我解决 快点 东晴的个性 绝不可能尾身与青龙 他的父亲杨脸 又是东林乱党 难道 东晴 醉月龙和东林叛党之间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东晴 怎么点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行啊 还 小少爷加油吃点劲啊 努郁吧 华阿姨 把你戳疼了吗 你要是痛的话可得告诉我啊 哎呀我说人渊啊 这平时看你吃的也不少 怎么就不长力气啊 你使点劲啊 哎呦华姨 我都按照你教我的去做了 可我的手都快戳断了 怎么办啊 哎呦 还没戳完呢 我一觉都睡醒了 嗯 我打 这么快就行了 讨厌 哎呀 来不及了 东晴姑娘肯定会干啥事 我得去救她 哎 你给我站住 去哪儿啊 这个时候你别给我添乱了 师娘 东晴的脾气也不是不了解 她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更何况是给她亲爹收尸的事儿 我要是不去救她 她肯定白白送死了 你去救她 你什么都不会 你拿什么去救她 飞蛾扑火 躺壁挡车 你去哪儿是白白送死 死就死 扑就扑 东晴姑娘对我那么好 我没饭吃的时候 她给我送饭 还有上次 我被这个女疯子 打得熨头转向的时候 还是她替我求情 这大恩大德要是不报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小少年 咱俩一起努一把 你把她的穴道解开 我去救东晴姑娘 马上飞 马上飞 你回来马上飞 行了别叫了 你赶紧再试试 看能不能解开我的穴道 现在只有先让我动得了 才能救得了他们 快点 好吧 花姨 我努一把 悉过 啊 不要 providing 我 快 快 快 2 3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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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 小心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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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啊 你看看 你看看 都被打晕成这样了 还能打呼噜 你看他晕得有多香啊 华姨 别管他晕得香不香 你赶紧想个办法 让我帮你解决吧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 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 仁月 你也休息够了 赶紧来帮我解决 快点啊 华姨 这回我可使劲了啊 哎呦 散了 散了散了 真的散了 什么散了 华姨 我把你的骨头打散了 不是 是我被封住的血脉 没想到被你那一拳给冲散了 谢谢你啊 小宝贝 你解了我的血道 救了华姨 那你赶紧去救人啊 好好好 我这就去 是马首飞 我们快出去看看 喂 你回来啦 喂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呦 你别老这么转悠啊 你快下来 吟死我了 哇 我飞的一只鸟啊 不是鸟 是我 是你啊 你那么呆着干嘛啊 好玩吗 一点都不好玩 快点慢慢让我下来 那你快下来啊 我光学飞了 没觉怎么停 华姨 华姨 华姨怎么停了 走 乡 我没知道了 那个蜜鸟只有上半步 没有下半步 没有下半步 会怎么样啊 没有下半步 我就不能让它下来啊 那下半步呢 让蠢给吃了 快想办法啊 我不能一直这么飞啊 哎呀 行啊行啊行了 我想想办法啊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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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点啊 快想犯法啊 你看到那边有棵大树了没有啊 我看见了 看见了 你呀 就用力地朝那儿飞过去 哦 然后呢 然后 然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 好 好 周图 周图 你没事吧 挖了 马上飞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我姐姐呢 我看见东秦 被一个白衣蒙灭人救走了 白衣蒙灭人救走东秦 就送你到这儿了 为什么要杀我弟 杨伯伯不是我杀的 不是 不是 那你告诉我 谁是凶手 我只能告诉你 不是我杀的 你分明就是狡辩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救他 我救不了 救不了 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 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你居然见死不救 他对我再好 也是大逆不道的反贼 我劝你趁早离开罪月楼 以免布你爹的后尘 大逆不道的人是你 我严谨于此 随你信不信 这是王子 姑娘 您是做命的人吗 你是 刚才 你和义胡 因为狗贼的话 我全都听见了 您是原将军派来的十三铁鲤 我十三兄弟分三路进城 其中两路人 先后遭到官府的人埋伏 令人路人则下落不灭 有时也无疑 我怀疑郡亲已经泄露十三天击中 必有你 请 庄氏 庄氏 没见 岂有此理 东霖余孽但敢袭击朝廷命怪 居然将叛臣杨廉的尸体劫走了 骑兵九千岁 多怪卑职一时疏忽 请九千岁再给卑职一次 将功赎罪的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本座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 你口口声声说 要本座安心等你的好消息 可结果呢 这就是你给本座的好消息吗 你叫本座如何安心 如何再给你机会 经九千岁数岁 本座已经没有耐性再等了 他 看如真 既然本座能复理上位 你就能砍得了你的脑袋 九千岁数岁 被职派往袁中坏身边的探子 若无差错 现在已经进入无锡城了 等待他与本府回报 不仅能把老贼顾献成的官印拿回 还能把东陵余孽一网打尽 你真有把握 这绝不敢有半句戏 请九千岁再给卑职一次机会吧 好 本座无且再信了一次 不过你给本座听好了 不许再有半点差池 否则本座就要你提头来见 你 conquist摇摇摇摇摇摇 你很 soup 我哪里走 爹 免遍一生 妈 他爹 送你哭了是干嘛 我管爹爹哭这么伤心 我就想爷爷 我想 我想你我爹老板 妈 妈 妈 杨大人 英权荡荡 不能把你风光打赞 实在是一群人 您放心吧 东勤我会替你照顾的 您一路走好 您不认识您 您不认识您 梁凌是谁 年纪比我大吗 这 得找师父问问 这 这 这 我进去看看 我 这 这 白银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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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死了还这么值钱呢 这不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吗 你不是字 谁说我不识字了 字不识我 小哥 你醒醒后 你给我说一下 谁 谁死了这么值钱呢 善儿平嘴之欲使杨莲 杨莲 你跌入土为安了 你是了得装心事 可我心里悬着的这块 大石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放得下 华姨 我可知道你心里那块大石头 就是那个女疯子吧 被打晕着居然还能打呼 太奇怪了 你少在这里 跟我没心没肺地 耍嘴皮子了 要不是为了你 我会摊上这种麻烦吗 华姨 这次多亏了马尚飞 姐姐才能顺利地 把她爹给安葬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就别说她了 看你说的 这么客气干什么 一家人不说两件话 再说我也是误打误撞嘛 华姨 这次害你为我操了这么多心 我道歉 你也没做错什么 道什么歉啊 你别看我平时渣渣呼呼的 其实我心里明白偷亮得很 你是为了尽份孝道 才这么鲁莽行事 如果我要再怪罪你什么的话 岂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对了 我刚才听马尚飞说 这次你能够平安脱险 是因为有一个白衣蒙面人帮了你 那个人是谁呀 对呀 姐姐 你快告诉我们吧 该不会啊 又是她吧 先不谈这个 对了 华姨 你看看这个 这 这是袁将军派来的十三铁骑呀 啊 真是袁将军派十三铁骑来救我们了 那真是太好了 从此以后啊 我再也不怕那个女疯子来逼婚了 姐姐 你快带我去见她呀 只可惜 她已经死了 什么 死了 她临终之前还告诉我 十三铁骑分成三路进城 其中两路在途中 遭到了朝廷鹰犬的埋伏 这就说明 一定是有人泄漏了军情 剩下三人之中 必有内奸 内奸 看来我的猜测 果然没错 华姨 你知道什么了 姐姐 华姨一直怀疑 之前来我们醉月楼的那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内奸 嗯 所以才不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爷爷的孙子 另外 华姨 我插一句 能不能让我们俩 换回男人身啊 对呀 每天这样真是太难受了 上茅房我都不知道去哪间 我也是 你那实灵实不灵的功夫啊 可千万别说是我教的 我可不想丢这个人 你们啊 好好听我的 照我的话去做 才能保住你们两个的小命 这次 我有办法 把这白银千两 装紧咱俩的口袋 我没兴趣 您一定会有兴趣 我跟你说 我知道这个反贼杨莲的尸体在哪 什么 我亲眼看见那个墓碑上 清清楚楚地写着杨莲两个字 是醉月楼的花仪 给这个杨莲收拾埋葬的 胡说 你根本就不识字 我跟你说 我亲耳听到 这个醉月楼的花仪 还有那个杨东晴 在哪儿哭喊着 哎呀杨莲哪 杨莲哪 哎呦 这个场面那是非常动人哪 很感人 很动人 而且我还知道 这个杨东晴 就是反贼杨莲的女儿 你真的知道 当然知道了 这巡抚衙门已经贴出告榜了 悬赏白银千两 你看得懂榜文 师父 虽然说我不认识几个字 不是 虽然说几个字不认识我 可是我的嘴会问呢 是那些街坊告诉我的 师父 虽然说我一直不知道您 是在哪个行当上发财的 但是我心里明白 师父您 一定是一个人 浪迹天涯闯荡江湖的真英雄 所以说 我决定把这个白银千两 我给他转回来 我天天把您供粮着 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要不这样好不好 您干脆把您那个很危险哪 很辛苦的工作给辞掉 从今天开始 我就把您当我秦爹一样供着 好不好 我现在就上巡抚衙门练钱去 回来 回来 领什么钱 宣长花红 我决定去告密去 师父 您徒弟我 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渣 您太低估我了 您可爱的徒弟我曾庸啊 是一个鸡皮人渣 我决定啊 把这件事情 一五一十地找巡抚大人潘汝珍潘大人 我向他搞密去 你敢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若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向你保证 明年的这个时候 你坟头上的草 一定比现在的你长得还要高 师父 你 是是是 你放心 我拿过的姓名担保 这件事 就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可我还是不信 毕竟他们几个 都是原将军派来的 这天底下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还是那句老话 小心使得万年传 而且啊 这其中还有很多蹊跷之处 首先啊 他们一到了罪月楼之后 对他们失散的弟兄 还有风尘双侠 不闻不问的 只对人怨的下落感兴趣 这太不合情理了 嗯 万一说得对 他们跟风尘双侠都是朋友 你应该关心一下吧 对呀 没道理嘛 他们都是原大将军的手下 在一起出生入死那么多年了 不可能不闻不问吗 也许 他们是太急着 想完成原将军交代的事情 所以才特别关注 人怨的下落了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那为什么其他两路的人 都遭到了官府的埋伏 就他们三个人 能够轻轻松松地进了城 还有一点更可疑的是 自从他们三个人 进了最远楼之后 就有蒙面人出现 而且想要对东秦不利 哦 我明白了 花姨 你的意思是说 之前想对我姐姐不利的 那个蒙面人 很可能就是内奸 还是人怨聪明 可是他们在暗 我们在明 那怎么证明啊 哎呀 这很简单嘛 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 那女疯子 不是把她有砸伤了吗 咱们就看一看 谁背上有伤 谁背上有伤 谁肯定是内奸 跑也跑不了 赖也赖不掉 可是他们都穿着衣服 要怎么看啊 就是啊 难不成要我一个女人家 叫他们脱光衣服 挨个检查 那多难为情啊 不行不行 有了 我想到办法了 马上飞 找出内奸的差事 就交给你了 怎么又是我呀 那还让我姐姐 和花姨去做吗 回你还是男子 和大英雄呢 你不是 小少爷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这眼神我太熟悉了 每次你这么看着我 肯定没好事 这是你死去兄弟的令牌 东京姐让我转交给你的 十位兄弟惨死 我识破天若不能血债血偿 事不为人 麻烦你帮我谢谢东京姑娘 各位都是自己人了 还客气什么呀 还有啊 花姨说了 各位一路南下 真是辛苦了 特地叫人备好了热水 要我领着姑娘们 伺候各位目以更衣 太好了 舒舒服服地洗个澡 将来 不得无礼 麻烦你跟花姨说一声 不敢讨扰 各位到了最月楼 就是贵客 再说了 你们都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都快熏死人了 叶叶哪 我们好生伺候着 好嘞 走吧 走吧 爷 大哥 这边请啊 请啊 大哥 别挑了 揪我吧 大爷 你怎么光脱鞋不脱衣服啊 穿着衣服我怎么给你搓背啊 我喜欢泡澡之前先洗脚 别那么多事了 赶紧脱了吧 我给你洗脚 搓背 保证舒服 这么多包 怎么就没见到我要找的 姑娘 你看什么呢 你不是给我擦背吗 怎么不动呢 乔名背上这么多刀疤 都把我给看傻了 这都是我在战场上留下来的疤 哟 那就是英雄疤了 爷 您可真是太英勇 太有男子气概了 姑娘 来 你进来干嘛 等一下 这位仗士 你不要对我太客气 以后别叫我姑娘了 二十年前的今天 我就开始干这行 今天正好二十周年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来 沐浴更衣 等等 你说什么 我说帮你沐浴更衣 不不不不不 我真的不习惯 请你出去 好吗姑娘 这位大爷 刚来的客人都说不习惯 洗着洗着就习惯 人是还容易上衣 来 我给你脱了 我自己洗 我不需要你帮我 出去出去 大爷 出去出去 去 就算帮我个忙不行吗 花衣 看上去如画似 可北地 心黑手狠 对我们姐妹严格极了 手又不慎 拳打脚踢 连打带踹 我要是把大爷没伺候好了 那我就惨了 可是 我 我真的不需要你 你不需要帮我好吗 大爷 你就算帮我好吗 我给你跪下 我现在就给你跪下 姑娘姑娘 送我拜托你了 好吗 我自己洗就好 麻烦你出去 就解空吗 你怕什么你 干什么你啊 出去 干什么呀 出去 你姐 出去 哎呀喊什么喊哪 什么一家 真是莫名其妙的 你干吗又跑进来啊 哎呀 至于啊 你瞎成这样啊 忘东西了 嗯 你抓住 华姨 真的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是不是没看仔细 没瞧清楚啊 回去再仔仔细细地看一遍啊 人家看不见了 人家都洗好澡了 衣服也穿好了 你让我们 怎么看嘛 是啊 华姨 难不成让我们再给她洗一次澡啊 这是叫你们去办正事 怕什么难为情啊 可是 华姨 要你们去就去 啰嗦什么呀 莹莹爷爷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奇怪 怎么能没有呢 对呀 被那个曾爱弟拿那么重的东西砸了呗 肯定要留下狱青的 那这么说 这个月新川和江浪 都不可能是哪间 那不就是 识破天的嫌疑最大了吗 哎呀 这个马上飞怎么这么慢呢 淹死在澡盆里了 还不回来 看见了 看见了 华姨姐 我先喝口水 哎呀 赶紧说 嗯 嗯 我有重大发现 马上飞 嗯 这希望可全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你真的看见了 那当然了 在哪里啊 我 我都不能先喝口水了 哎呀 待会儿再喝快说 嗯 在背上 快说说看 在他背上发现了什么 在他背上发现了很大一块青丝 特大一块 那就没错 我现在 就去把这个内奸给灭了 哎哎哎 华姨姐 不要那么冲动 你可不能错杀了好人 好人 你说锦衣卫派来的内奸是好人 我没说内奸是好人 我说你不能错杀了好人 可是 哎 可是刚才不是说 在他背上发现了很大一块鱼青吗 鱼青 我什么时候说有鱼青了 我没说鱼青 我只说他在后面发现一大块青色 挺大的一块 可是你刚才明明说了 他身上有一块青色的呀 还是很大的呢 我说的不是 我说的是刺青 挺大一片刺青 但是在刺青下面有没有鱼血 我没法看见 他死活不多 你真够讨厌的 干嘛不一次把话说完啊 这么说 咱们现在就没有证据来证明 识破天他到底是不是内奸了 有钱吗 给我拿点钱 有钱吗 给我拿点钱 给我拿出来 干啥呢 去给朝廷值钱人物去 您就别搜了 真的没有 我们自个都搜了几十遍了 是啊 你别说是钱了 我家里这点灰都给你掏干净了 您把我这衣服都快抠破了 您瞧瞧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你说我没有钱 我 我就没办法替咱师傅替朝廷办事了 那我们也没辙啊 哎 你俩赶紧想办法 去给我凑点钱去 上哪儿弄钱去啊 我们俩要是能落钱 早去所有楼弄两个姑娘 陪我们喝花酒了 还陪你在这儿喝西北方啊 当家的 有时候吧 我还真挺佩服 你说你执行这秘密任务 执行到你连饭都吃不上 这朝廷是不是也太抠了 不能让人个着肚子干活吗 是 当家的 布京别贴了 回黑风堂 毕竟自己家的地方吃恶不愁 是不是啊 对啊 回去干嘛 我怎么回去啊 你说 我那宝贝女儿都失踪那么久了 我也得打听打听她的消息 好歹我是个做爹呢 哎呀 虽然少了她在吵吵闹闹 我耳根子也倾静了不少 可是 你说听不见她骂我 我 我 我还挺不习惯哪 哎 你们说 我是不是饭奸呢 谁饭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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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知道一个当爹的苦心哪 艾帝他娘死得早 这么多年 我是又当爹 又当娘 我含辛茹苦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他这胃养大了 哦不是 把他这拉扯大了 你说我容易吗 啊 我容易啊 这回他要是真丢了 那我 我这 哎呀 哎呀好晕啊 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谁干的 谁那么缺德呀 那铁链捆住我 不知道 一定是他们发现用身牛筋捆不住我 所以敢用铁链呢 真是罪毒妇人心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不愿意到岁楼了 想让我陪酒卖笑 所以才把我打一个铁铁 然后把我捆在这儿 想逼我就饭 没门 我宁死不屈 嗯 这个人偷偷摸摸摸的干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不愿意到我 我认为我们的歌 在本台里的歌 都不愿意到大冬 杀柯 也不能太挑 也不能太唱 вопрос 除 Council、代誉 灰白春到了曲中 还不见你的踪影 散落的爱藏在 飞跃的屏不忍柴风 只愿它 还会让我们静静相拥 散落的爱藏在 岁月的屏不忍柴风 只怕它 闯不下我们来世情深 也许我的心 只有你才会懂 爱 缘落无声 朝一世撫平 千回百转道 乐趣中还不见 是你的踪影 散落的爱藏在 飞跃的屏不忍柴风 只愿它 还会让我们静静相拥 散落的爱藏在 岁月的屏不忍柴风 只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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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不下我们来世情深 也许我的心 只有你才会懂 也许我的心 只愿它 只愿它